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不会赔到钱 为什么 因为开得这么高 我相信你不会去开盘去追多单 但是问题是说 当开高以后的话 你所想的就是说 那我哪里可以空 各位 今天其实我说真的 有一种人很可惜 什么样的人呢 你有去做空 但是你的空单千万不要 又赚个五点十点就跑掉了 那实在是很可惜 不一定的话 最后对了 就像刚才主持人讲过 今天这盘其实整体算起来的话 算是一个比较窄的盘 扣掉跳空缺口的话 今天盘的高低点 其实没有几点 说真的 好了 但这问题是 所以呢 对呀 今天的盘其实只是两个问题而已 第一个 开上去以后 哪里可以开始空 各位 这个可能是今天最重要的课题 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是 当你做空了以后 空单哪里可以补 会补得比较漂亮 是吧 有几个 当今天这个盘 算是一个比较窄的盘的时候的话 如果你空单 跟你讲 你的空单要是 你去做空以后 要是你点位补得不漂亮的话 那你今天其实空单也是白搭一通 也是白做一通 对不对 好了 那各位二话不说 那我就问你 那今天这个盘 如果开盘以后 你有去做空的话 那什么地方补空单 会是今天很漂亮的位置 在什么地方 你晓不晓得 很多人不晓得 不晓得最贵 今天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个 你空单赚了以后 哇 赚个十点十一点 赶快跑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空单抱下去 因为这个盘 后来在叠的时候 对不对 你想说 既然做空 我今天想要给他 一波给他拼到底 问题是各位 如果今天你的空单 在8680附近 或者8680 以下是你没跑的话 你今天空单 你做老半天 对不对 也是白搭一趟 好 讲那么多各位 其实规军重点在一个地方 那说穿呢 当今天这个盘 跳空上去以后 那你晓不晓得 今天盘中的低点 也就是盘中的支撑 强势于盘的点位 在什么地方 你晓不晓得 不晓得的话 来 那各位 你看吧 这个盘 不论不论那开始 往下刹的时候 各位 来 8点56分 其无二开盘 才十分多钟的时间 那各位 微观现场 已经跟你们讲了什么东西 自己看 强势于盘的坡 有一个支撑 在8677 各位 8677 所以下面 那个较大的支撑 就看8677 附近 各位 才8点56分 8677 那各位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就好 当今天这个盘 开高 往下刹之后 那各位 这一边的低点 在什么地方 各位 整个下刹 第一次的低点 各位 一点不差 就打在8677 就打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各位 今天开盘 如果你有去做空单的话 对不对 如果说 不要说8677 你只要知道 大概在8680附近 去补空单的话 我跟各位讲 今天说真的 对不对 今天这个盘 大概十点钟以后的话 都叫做霞幅震荡 上下已经没有二三十点 今天真正 唯一还比较有空间 是在这一段里面 对不对 所以各位 开盘以后 不论你去哪里 做空单 重点是 你晓不晓得 今天的低点 会在8677 这个附近出来 低波的低点 一点不差 打在8677 各位 你的软体算得出来吗 今天开盘以后 你的软体算得出来 今天低点在 旁边关键低点 在8677吗 有没有 没有 所以说 今天开盘以后 对不对 就算你有去做空 你也不晓得 你这空单 到底哪里跑 是跑得最漂亮 就各位 区区在8点56分的时候 维国庆 给电脑会员 对不对 就调明讲 那就看8677 那个附近 各位 8点56分 但这个我请问你 8点56分的时候 你跟着那些人 或是你的胆功啊软体 有没有告诉你 下档的资深会在8677 这个地方 有没有 没有 是啊各位 我在发抗讯的时候 各位 当我在发抗讯的时候 那你呢 你在想什么 你跟着那些人 有没有像魏国庆一样 发抗讯给你 告诉你说 今天盘弄低 你在8677附近 有没有 没有啊 那所以今天盘 你还觉得难做 意思是一样的 那所以各位 对不对 好了 这是第一点 各位 第二点 为什么 说真的 其实今天开盘以后 这个盘往下杀 我相信很多人 你心里面 你还有第二个问题 什么问题 今天这个盘开低以后 我哪里可以做多 或者说这个盘 开盘跳空上去 对不对 各位 其实说真的 这一波 这一波整个的一波上来 其实之前出现过 好几次什么状况 当天的盘呢 跳空开以后 其实后面呢 是给你拉第二波上去 对不对 各位 这一波 从8点多点这样上来 其实有好几次的时间 都是跳空往上开了以后 没有拉回 跟你再往上拉 所以各位 第二点 对不对 就是这个 我相信今天一开盘跳 你以后有第二个人就说 那你今天开开以后 这个地方 我到底对不对 该做多还是该做空 这是你心目中的第二个问题 好 那为什么今天开过以后 不像前几次 开了以后会往上拉 反而今天开高以后 变成几乎是最高点 开始往下杀 原因在什么地方 原因在今天 因为大户多空力道指标 已经撤出来 今天这个盘对不对 大户的力道 其实多力道非常非常的弱 对不对 我们先看右边下面好了 各位看懂了吗 各位今天呢 整个关键就是两样东西 第一个 今天这个盘呢 哇 咚 跳空上 就跳空上去了 那你自己看 跳空上去以后 看到没有 各位 这个红红这条线 这个就是8677 这个地方就是8677 那个附近 对各位 一开盘 马上知道说 往下面去看 对不对 支撑在8677那个附近 第二个 各位你看到没有 今天开盘 虽然是跳空上去 可是这个没有 大户多空力道 一测 哇 今天其实大户 做多的力道 相当的微弱 而且之后 没有过多久 其实啊 就已经开始 那个力道 就开始转空了 而且后面都一路 给你往下杀 这是为什么 这盘都 就往下杀 最后杀到8677附近 成为盘中的低点 再给你拿个尾盘 原在这个地方 我也看懂了吗 对不对 今天这个盘 如果开盘以后的话 第一个 要是你不知道 该做多做空的话 那 看懂了 因为这个力道很弱 那第二 对不对 往下一看 支撑在8677 那个附近 各位 既然在8677附近的话 你看到没有 开高上去这么远 对不对 因为离支撑线 有这么远的距离 大户的做多力道 很微弱 所以我相信 你看这个东西 你也知道说 先空一空 把它空到支撑这个地方 把空单补一补 对不对 反手做过多 那就好了嘛 第二个 其实今天整个的环 就不外乎 就是如此而已 关键在8677那个附近 各位 你用的短工二软体 今天开盘帮你算出来 在8677附近是支撑吗 嗯 好了 所以各位 我一直讲 做期货 这我说真的不难 对不对 但是每一天 你要做得好的话 我再讲各位 每一天 你仔细地 想一想 微博签的期货SOP 好好的跟着这个SOP来做 来 刚给你看看 今天盘大量是怎么样 各位 今天大户基本上 是往空的方向操作 就是因为往空的方向操作 所以今天 你不要 你不能 所以各位 你今天你不要再期望说 像前几次 对不对 跳空上去以后 给你再拉一波 各位今天没有 因为今天大户的力道 多的力道非常弱 反而是做空的力道 还比较强 哦 知道了 所以今天 是这个样子 这是第一点 好了 刚给你讲过了 因为今天大户基本上 是在往空的方向操作 对不对 但是而且那个力道 不过当然各位 今天大户基本上是做空了 可是那个力道 基本上对不对 都是来到那个白色虚线附近的话 大概就到那个地方了 所以今天为什么走来走去 走到是一个区间盘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 今天大户是做空 可是那个力道 来到白色虚线那个地方 大概就差不多了 所以今天是一个 做空的区间盘 那各位 这样有没有够简单 好简单 对不对 来再看一下 如果你刚才还没看仔细的话 来 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为什么今天这盘 对不对 有看到了吗 右边那个地方 嗯 OK 所以各位 今天这盘来讲的话 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 尤其因为支撑 知道都在8677那个附近吗 好了 所以各位 今天这盘 这样看起来的话 OK了 好了 那除此之外 来再来 第三个 对不对 那当然就是 那今天 今天你要做当冲的话 那到底今天的 当冲箭头 这哪里 跟大户 有同乡 各位 这个我先跳过去 我先讲第四个 今天各位 就是全市场上 多一无二的强势预判 一开盘就算了 就说 那下党只站在8677 那个附近 各位 一开盘 对不对 早早就告诉你说 今天的低点在什么地方 所以各位 这是为什么 我现在8点56分的时候 就在告诉会员说 对不对 下党啊 看这个地方 不就好了吗 各位 8点56分 我再问你一次 8点56分你在做什么 你在想说 这个盘 对不对 要不要上去 是吧 那你跟那些人呢 跟你一样 那些人跟你一样 也不过只在那边 看出这盘 到底该怎么做而已 所以各位 就是各位 真的呢 强不强 我说各位 每一天比比就知道 好了 那再来呢 那好了 那各位 除了今天对不对 透过强势预判知道说 那个下党在8677附近 今天大户是这样 在操作之外 对不对 我们看整个画面 好了 就给各位看 那我们回到今天当初来讲吧 今天各位 就刚才讲对不对 因为今天开盘 其实大户 做多力道 其实非常的微弱 而且啊 没有多久就开始 往空的方向去操作了 那好了 今天当初箭头 来回 开盘来回这张之后 后来啊 在8715 在这个地方 箭头开始翻空 后面就是大户 也开始在做空的时候 所以各位 箭头翻空 大户做空 啊你就做吗 各位 这一杀 那个低点就是8677 一点不差 就点在8677 所以各位 当空单啊 做下去了以后 我跟你讲 各位 我还可以 我又发了一个口序 你自己看 我还特别提醒会员的 对不对 既然知道说 那个支撑呢 会在8677 那个地方 所以对不对 空单 说会对不对 二话不是会 也不用贪心到8677了 8677 10点之内 也就是说8687以下 可以开始 开始分批 开始 把空单 获利了结掉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随便从那中空单 在8685以下 开始 对不对 做分批获利了结吧 那各位 我说个什么东西 各位啊 透过维国现在强势预判 对不对 操作起来 是这么样的简单 其实节目一开始 我就问你了 如果就算今天你有做空单的话 你知道空单哪里跑 会跑得最漂亮吗 你不要跑得太早 也不要说抱下去 不知道说 哎呀 那个地方该跑 想说会不会继续往下杀 对不对 结果呢 不下去以后 给你弹上去 你空单你白做一趟 那各位 好了 所以第一波一下去 也差不多就三四点了 各位各位 今天这盘真说真的 今天你把这两波抓住 其实就够了 8715翻空之后 下去 刚刚讲过了 对不对 在8685以下 跟亨利讲说 就开始准备 因为当时箭头还没有翻多 但是想说 反正已经来到 那个8677附近了 所以空单对不对 就开始陆续 就获利了结掉吧 好 后来啊 箭头在8690 在这个地方 箭头翻多了 大货一帽做多 没做多 两者不同项 各位不同项 对不对 我讲过了嘛 你如果你是个比较 保守型的投资人的话 多单不做没关系 空单啊 全部获利了结一趟 就够了 那各位 今天这一趟下来 第一趟下来也差不多 就差不多30点了 好 那反过来讲 如果你是个比较积极型的 对不对 你什么 反正什么都要冲 可以啊 我说各位对 箭头跟大货不同项 也可以做 下面是个20点停损就好了 好了 所以你是做的话 860去做 各位拍摄 因为后面的空间 真的比较窄 冲上去以后啊 870 他在这个地方 二千多又翻空了 重点是对 大货也还在做空啊 又是两者同项 好吧 那再空他一趟嘛 空下去以后 到867 又来到867 那个附近 好了 空单对不对 再跑一趟 各位 一样嘛 867翻队以后 如果你是个比较保守型 因为跟大货不同项 你多单 对不对 不做没关系 空单再跑一趟 或者反过来讲 如果你是个比较积极型 你反正什么都要做的话 一样啊 做了以后对不对 等他去吧 有尾盘给你拉上去 今天这个盘 如果你做的比较保守型的话 对不对 带着箭头跟大货同项 箭头翻空 大货做空 箭头翻空 大货做空 各位 你就去做他两趟了 那各位 关这两趟下来 已经快五六十点了 那我跟他今天 今天这个盘整个 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但如果你只会 透过今天对不对 第一个一开完之后说 反正呢 下挡在8677那个附近 大货在做空 所以各位 对不对 不要因为最近 跳空上去以后 该做哪一边 很简单 该做空 但是空单 哪里该补 8677那个附近 各位 其实今天整个盘的话 三句话就讲完了 台湾上去以后 大货做多力都很微弱 后面就开始反手做空 所以要把它空下来 空下来 到了8677 对不对 空单跑一跑 大概就是这样子 各位 你看今天这个盘 你觉得难吗 我跟你讲 今天这个盘 其实啊 我问他折磨多少人 你知道吗 今天市面上 一般的人就是 跳空上去以后 对不对 我跟他讲过嘛 一跳空上去 两个问题就来了 这个盘今天会不会 往上再拉一波 因为之前过去 对不对 这波上来的时候 好几次跳空上去以后 都是往上拉 所以你今天会 第一个就想对不对 这个地方 我到底该不该做 还是放空 好 各位 如果说你很勇敢的 跑去放空的话 那各位 千万不要放空 赚五点时间就跑 因为对不对 来到那个满足点 会在8677那个附近 就看 今天透过强势预判 就各位 今天透过强势预判 对不对 对不对 透过强势预判 对不对 独一位的全市场 独一位的指标 马上告诉你 只好说往下去 在8677那个附近 今天大户 基本上是在做空 但是力道不强 是个区间盘 今天空了以后 对不对 什么地方该跑 8677附近 那就这样子 各位 如果今天这个盘 你觉得很伤脑筋的话 结果你自己看 对不对 原来透过微博势预判 今天对不对 还是一样 不管这个盘 是个狭幅震荡也好 是个大幅震荡也好 对不对 归根结底 都只是三样东西而已 第一个对不对 今天盘的关键的 高低点在什么地方 我跟你讲 全世界 各位不要说台湾 全世界所有 做期货的投资人 心中莫名以求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 今天这盘 对不对 那高低点 会在什么地方出来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那强势预判 每一天都在算这个东西 你的软件算得出来吗 各位 我说真的各位 如果说到现在 你还不看微博势 强势预判的话 我哥 我真的问你一句 我真的很良心地 问你一句话 那你每天 你到底要在什么地方 做多做空吗 而且就算你 做对了 你那个多空 那哪里该跑 不要贵 不要每次做对了以后 对不对 赚个五点十点就跑 做错了就去凹单 结果做对 赚一点点 做错了赔一大堆 各位 这就是 各位 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 市场上很多的投资人 你常洗冷 你做企业 做股票 你赔大钱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 因为每次你做对了 我跟你讲 我说各位 人心很奇怪 对不对 你做 各位 你做对的时候 比你做错的时候 你还紧张 对不对 做对 这个盘对不对 跑不跑不跑 不跑的话到时候 做多做多 看他上去了 哇 已经跑了五点十点的话 想说 要不赶快跑 不跑的话到时候 又倒Q回来 不是给料 对不对 所以各位 如果说你每天 你不看 你不看微温性的强势预判 你不知道高低点 在什么地方 你不看 当多空电脑指标 你不晓得 到底该做多做空 各位 那每一天 对不对 你在这个市场里面 你凭着你的主观 凭你的直觉去操作 各位 那就叫做虾子摸象 就是虾子摸象 每天盘中 对不对 你做多你也紧张 你做空你也紧张 方向对了 你也紧张 方向错了 你也紧张 各位 如果说每一天 你做企业 都是这样紧张兮兮的话 你怎么有一个 你怎么会有一个 好好的心情 对不对 去把盘式好好的 把那个 好好的把它做出来 但是各位 我再讲一次 今天这盘 我说真的 其实 今天五六十点 也没什么特别好讲 但是各位 我还是送你这一句话 对不对 各位 在企业市场 各位 千万不要 每天忙 对不对 忙着研究外资 对呀各位 昨天外资 又加码了五千多口 对呀 问题是今天 又怎么样 今天还不是开高走低吗 昨天美股大涨三百多点 今天还不是开高走低吗 那问题是 当你看到美股大涨 当你看到外资 昨天还在加码多端的时候 那今天调控上去 你该做多做空 忙 对不对 怎么办 那再来了 再来了 再来了 之后还是盲目乱作一通 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各位 在这个节目当中 各位 我长期一直在跟你讲 各位 做投资 各位 你作为一个股市的投资人 千万不要犯这三个毛病 那问题是 怎么样 各位 问题是用什么方法 对不对 可以把你这三个毛病 从根本把它解除掉 那各位 靠的不就是这个东西而已吗 各位 靠的不就是这个东西而已吗 对不对 这边 不就是这个东西而已吗 我才会把你指到那里去 对啊 靠这三个东西而已啊 每一天 对不对 看一看 强势预判 每天的关键点位在什么地方 大户指标 对不对 到底大户在做多做空 另外对 最重要就是 箭头跟大户同向就做吗 箭头跟大户同向 就做吗 就这样而已 对 用这样子的方法 可不可以消除你那种 忙忙忙的那种心病 其实说真的各位 过去长期以来 你做股票也好 你做企业也好 很多时候 你该赚的没赚到 你该赔的你都赔到 对 重点啊 其实还不见得 你是看做行情 重点是 反而是你心里面 那个心魔 那个心病 不是吗 所以各位 待会广告的时间 你真的自己好好想一想 怎么样透过强势预判 对不对 盘中预知那个高低点 怎么样透过大户 多空一道指标 让你知道说 今天这盘 大户在做多还是该做空 你方向抓对了就好了 对不对 透过箭头跟大户 同向就做 对我请问你 全市场上 还有没有比这个 比这个更简单 更精确的方法 你比比看 你的软体 今天算得出来 下面置身在8677吗 对不对 光这一个就够病 对对 够你去想的呢 好了 我用时间关系 我也不多说 那今天这样正当之后的话 下礼拜一开始 盘该怎么看 我下礼拜再说 好 那我们就先休息进广告 马上回来 永存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 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资讯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平凡 谁来定义 魅力 自己决定 SX4 CrossOver 完美 不难 完美旅程 进阶里的 不凡人生 Suzuki 邀你与家人 一同免费体验一套 完美之旅 小黄灯呢 小黄灯要左转 诶 珠商 绿色的珠商 依然要转 诶 诶 这里也有珠商 诶 这里也有 诶 这边也有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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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都有 珠商 珠商全台515家分店 店数最多 成交更快 难怪 助商不动产 新门 永存国际投顾 诚信 专业 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资讯专线 02-2542-8999 2542-8999 有救 不好意思 起刷等一下哦 女儿童啊 你们大家都很好 哦 东森房屋总是抢先付出关怀 红礼带的关怀 有温度的服务 东森房屋 跟红礼带买房子就放心了 卖屋脚东森 委托就出利 加码再抽 总统套房出事哦 永存国际投顾 诚信 专业 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资讯专线 02-2542-8999 2542-8999 好 欢迎回来 刚刚在广告时间 还跟我老师说 这个国际的情势 真的是变化太大了 所以投资操作难度 也更高了 是 对 真的 其实就像刚刚主任讲 其实这个对不对 昨天晚上 为什么欧美股市大涨 因为那个欧洲银行总裁 德拉吉一番话说 我12月可能还有快充货币 哇 一句话讲出来 对不对 马上欧美股市大涨 然后本来啊 其实今年9月份 为什么费得不升息 就是因为叶伦 他怕出美元强势 因为美元一强势 搞得会美国很多企业 对不对 出口啊什么之类 换回美元啊都减少 所以呢 可是问题是昨天 叶伦 德拉吉一讲话 哇 欧元大便 美元又涨 那现在我问你 那搞到12月 你觉得费得敢升息吗 对 我刚刚讲 所以各位 这东西啊 我刚刚跟主任来讲 全世界现在金融上 都妖魔鬼怪 好了 不谈那种东西了 反正我也对啊 就是因为现在 盘势的走势 竟然会因为一句话 因为一件事情 突然之间整个都翻盘 所以各位 变成对不对 对 这地方的操作难度 是越来越高 但是问题化进化回来 操作难度高也没有关系 但是重点是 你只要每一天 对不对 从开盘到收盘 你只要把当天的盘势 的方向你抓对了 哪里该做多做空 你抓对了 我跟你讲其实就好了 其实我说真的 这个地方对不对 我说叫你留长多单 你也不见得敢留啊 叫你留长空单 你更不敢留啊 所以各位 不要想说什么居座波段 所以这就是每一天 你把当充能够顾得好的话 对 你当天该赚的 我说干嘛 我说不要多 不要说什么一天 什么一百多点 我讲各位 一天对不对 你能够目标三十点 你抓住就好了嘛 一天你能够赚个三十点 一个月二十个交易日 就六百点 大台值六百点 一口就十二万 我跟你讲 你做股票 十二万等于 一个月报酬率是一点五倍 你说现在很多股票 小标股在涨 一个月能够只能涨一点五倍吗 有时各位懂我 所以各位你看 切切切一天 期货只要三十点 所以各位你也不用去 顾虑说 礼拜一这个盘 要跳空上跳空下 不用管那个事情了 当天顾好 你就顾好了 对不对 而且各位问题是 当天 每天当充你该怎么做 就是微博性的SOP 今天开办以后 大户做都做空 强须盘的观点 会在什么地方 箭头在哪里 跟大户箭头 哪里跟大户同向 那就这样做而已 那各位你还要去 你还要去顾虑什么东西吗 你都不用去想东西想西 对不对 各位你把微博性的SOP 你就照着这样做就好了 好了 那礼拜一呢 也简单了 刚刚讲对不对 今天开掉以后 咚咚咚 杀杀杀 可是杀这个地方 也没破掉吗 又给你 尾盘跟你谈一下 好各位 那就尾盘一谈 简单了 各位礼拜一对不对 又变成一个 下面有一个支撑 上面这个地方 有一个压力 对不对 礼拜一盘对不对 就看这个盘 要不要继续突破 这个压力往上走吧 所以各位简不简单 好简单对不对 关键压力在什么地方 关键支撑 各位今天没根本 眼睛一看都照在这个地方 各位我再跟你讲一次 全世界所有 做起务的投资人 包含做股票在内 各位每一天 你心里面最想知道 一件什么事情 对啊 今天这个大盘 对不对 今天大盘的高低点 在什么地方 各位这就是你 梦寐以求的 最最主要的一件事情 不是吗 好了各位 对不对 所以各位 微物件在收批 希望能够每天 好好的这样 这样跟着这样子 好了那今天这个盘 除了这 今天盘虽然说 这个指数算是来回撑 可是各位有些股票 还会涨破断新高 尤其这一波 这个所谓太阳能的股票 对不对 之前不是跌翻的吗 可是最近因为 很多这个国际上的需求 有出来 所以这一波的 这个太阳能的股票 其实涨得蛮多的 那各位像郁金 对不对 今天郁金又涨个破断新高 回头一看 从9月8号那一天 在先机系统里面 对不对 从10块多这个地方 14块多开始翻多以后 回到今天要涨了76% 今天涨个破断新高 另外对不对 像志勤 这个制药的 最近今天开始放利多了 哇 什么这个肝 什么肝癌的新药怎么样 又通过台湾的认证 要准备通过美国人 一堆那一样 今天开始对不对 之前整理了快一个月的时间 今天才涨个破断新高 但是回头一看一样 9月10号这一天 154块 在先机系统里面的话 最近破断买去 到今天涨了快51%了 这些东西 通通都是一样 对不对 任何一档股票 但是各位反过来讲 任何一档股票 不要说现在在涨破断新高 但是反过来对不对 当它破断出现卖圈的时候的话 知道说又要赶快卖 做股票 什么地方该卖 不可以报 什么地方卖了以后 对可以续报会 要看这个东西才知道 好了 那各位除了这段之后 对不对 还是再提醒你这个 礼拜的盘继续 对不对 是个震荡盘 那所以今天各位 你更需要知道 礼拜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 想愈之的话 今晚听我电话进来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